休斯顿现任市长安尼斯·帕克即将届满现任 在圣诞新年即将到来之际 他在府邸举办圣诞派对 感谢媒体和友人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 休斯顿市长安尼斯·帕克每年圣诞节的前夕 都会在他的府邸举办圣诞派对 邀请媒体和友人一起欢度佳节 12月16号晚华灯初上 市长家的前院被圣诞灯式装点一新 充满浓厚的圣诞氛围 休斯顿市长安尼斯·帕克站在门口 迎接宾客们的到来 他说今年举办这个圣诞派对 不仅要和朋友们一起庆祝节日 也要感谢在他为休斯顿服务的18年间 一直支持他的媒体朋友和家人 阿尼斯·帕克自2010年1月2号开始担任休斯顿第61任市长 是休斯顿历史上第二位女市长 也是美国的主要城市中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市长 曾做过6年休斯顿市议员和6年主计长 也是休斯顿历史上唯一做过市议员主计长和市长的人 帕克还是在2010年时代杂志评选的 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 帕克的一大成就就是在金融危机期间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这使得休斯顿获得美国就业增长之都称号 帕克也是休斯顿多元文化的探路者 在任期间 帕克关注休斯顿华裔社区发展与建设 并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曾两次访问中国 参观了上海世博会 为休斯顿直行北京做出了积极努力 除此之外 帕克积极参加各族裔的活动 深入社区促进休斯顿的多元文化共荣和发展 连任三届市长 任内即将到期的休斯顿市长 安尼斯·帕克不久将离开休斯顿市政厅 帕克自己表示 不排除进一步参选更高职务的可能性 只是需要等待成熟的时机 明年春季 他将前往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 进修充电 12月12号休斯顿市长 节选结果揭晓 老牌议员特纳险胜共和党籍商人金恩 而成为休斯顿新市长 明年1月 特纳将入驻休斯顿市政厅执政